所以像那樣的新聞是 我們有點黑人問號 彼此笑了一下 畢竟什麼螺螺的戲 我們都拍過 不滿少羽威脫鷹試鏡 無康仁支持什麼脫戲我都拍 其實我覺得 對方的回應很好啊 他們承擔了責任 無康仁日前照週刊爆料 在私人臉書發文 不滿鷹自己不言 而被指示華語版 我們的藍調時光停拍原因 當上兼製裁製品 拆檢回應沒有推責 明年原班人馬繼續拍攝計畫 他進出席公益活動承擔財界 我相信他們會善待 解散的工作人員 那也很 我一開始 其實我從頭到尾都很祝福 祝福他們可以好好的籌備 我相信他們是一個很專業的團隊 他們也可以找到很棒的演員 祝福他們拍出一個很不一樣的片子 我相信我們的實力 不會比韓國差 只是有點有趣 是因為沒有媒體來聯繫我 就浪費了大家很多的資源 因為沒有人得到我的回覆 然後一些不是事實的內容 還被加碼爆料 女友邵宇薇也是導火先之一 他拍攝拆解監製電影 被要求脫衣視鏡 讓武匡人不爽 宇薇跟我看到新聞的時候 有一個傻眼的反應是 這個東西是什麼 因為那時候他拍那部戲很早 那時候我們不認識 再加上他沒有跟我提過 所以不應該會有網路上新聞的那樣的反應 似乎要感覺讓我有點情緒化 但我覺得我反而是 反而如果你現在問我 我是很贊助的 因為畢竟我是拍過破浪男女的演員 甚至覺得他當時這樣去爭取他的角色 這是一個很值得鼓勵跟肯定的事 因為要是我 我也會這麼做 那原位看過波浪嗎 他看過的 所以他有豎起大腹子 沒有 沒有對我豎起大腹子 他就是點點頭 所以像那樣的新聞是 我們有一點黑人問號 彼此笑了一下 有嗎 我是藝人嗎 還是你是藝人 我們不會干預到彼此的工作 就是支持 我反而會對這種事情是有所鼓勵的 畢竟我也是小眾市場文藝青年演員 畢竟什麼柔柔的戲 我們都拍過 那都是一個在尺度上 甚至在藝術表演上 都是一個演員 自己對自己身體的自信跟展現